后来呢 后来有一次我记得是咱们快开学那会儿 过完寒假 然后他说他行李特别多不太好拿 然后当时我就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去找他 但是我不想让他和我一样那么辛苦 做二十多个小时的硬做 所以当时我就把寒假挣到的钱省了下来 然后和他买的机票 然后一块飞回学校 可能那时候他也会有些感动吧 你家是安徽的 对对对 他家是广东的 对 你从安徽坐火车到了广东 对 然后一起坐飞机回学校 学校是哪里的 学校是江苏的 挺折腾的啊 你还要讨订了一下 你阿姨 你还要认识? 他还要认识吗? 他才是黄公的 在我看他的 我就不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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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走了以后 未来的这个情感你们怎么延续 你想过吗 我想过 我希望的感情状态是 彼此都可以很独立 也可以让自己变得很优秀 其实出国也不是说 一定就非得将来会留在国外 我觉得可能出国 说白了可能也就两三年的时间 好